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是许多自带照明系统的摄像头在回廊之内交叉转动 而后所有摄像头都对准了回廊中心的一块石板 范贤此时才发现那块石板与四周石板看上去完全不一样 这一块石板明显是可以上下移动的 果然灯光聚焦后石板缓缓升起 石板表面的一层类似包装的东西向两边自动展开 内部一个小型的类似投影仪的东西竖了起来 下一刻投影仪亮起一束光亮自里面射出 而后在回廊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类似终端控制中心的操作平台 接着一个长约三米宽约两米的用数字信号构成的投影屏幕 出现在范贤的眼前 范贤见得此情心中顿时凛然 要知道他虽有现代人的记忆 可是关于未来世界的东西他却是一点也没有见过 这东西不是只有科幻电影里面才有的吗 这不是虚拟操作平台吗 所有的东西都是由数字信号构成的吗 未来世界真的实现了 其实范贤并不知道 这并不是未来世界的东西 而是什么要自己研发的 当然在技术上还是有缺陷的 可这种技术缺陷却并不影响整个操作平台的使用 禁忌之门被建造初期 外围就是军事基地 这是人类至关重要的一项技术 所以安全当然是第一围的 禁忌之门关闭后再也无法打开 这里的军事基地自然被撤走 但这种虚拟操作平台却一直能够使用 卢卡斯打开中央服务器 晨天奇的声音落下 范贤眼前的虚拟操作平台上面顿时亮起数道光亮 所有仪器都开始自动运转 不少计算机的屏幕上都开始有规律的进行各种运算 好像是在为整个平台的运行做最后的准备 你想让我知道什么呀 范贤看着他问道 晨天奇闻声一笑显得格外的神秘 人都有执念 你有吗 晨天奇呼的问道 这就很难说 那得看对什么人什么事了 范贤若无其事的应道 我们活着从出生到老去 匆匆忙忙不过弹指一挥尖 人要没点执念 怎么活得下去呢 你或许的确不一样 你的出生是人为干预的 你的成长也是人为干预的 所以你的执念应当和我们这些普通人不一样 如果你说你没有执念 我还真不会怀疑 可如果有 我觉得你的执念应该不仅仅是想要活下去那么简单 对吧 这回轮到晨天奇来反问范贤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 特别是中国人 因为无神论的原因 他们的执念不会因为心中的信仰摇摆而崩塌 反而还会因为信仰的摇摆而更加坚定 因为他们坚信着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命运 他们不信命的同时 又坚定以为自己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 由此让他们心中的执念就越发的根深蒂固 以至于在西方人看来就是愚蠢 移民别的星球不好吗 为什么要让地球流浪呢 西方人永远不会明白地球治愈人类有多么重要 正如他们永远不会明白 中国人对自己所具备的一切传统文化的传承信仰有多么坚定 这种执念与生俱来 根本不会被任何文化所同化 而范贤呢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生 一个对传统文化有着无比推崇思想的现代社会人类 一个因为记忆数据化实验而重新活过来的人 他的执念显得更为坚固 可是他的执念是什么呢 你知道 范贤问陈天琦 听陈天琦这一番话 看上去他对自己很了解 难道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执念是什么 反而他知道 范贤不由感到好奇 我想你的执念就是对真相的渴望 陈天琦的话音落下 整个回廊前一片死尽 一语重地 就像是他看透了范贤的本心 知道范贤心中在想什么 知道范贤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对真相的渴望 是范贤到目前为止唯一的执念 人可以无知 但一定要求知 求知欲是人进化的唯一途径 只有不断地求知 人才能不断地进化 而真相 往往就在求知的路途中显露出来 范贤从知识以来 他的求知欲就远胜外面世界的任何人 他对真相的渴望 也远远超过了外面世界 所规定的条条框框 丹州刺杀 他渴望真相 所以去到京都 京都藤子经之死 他渴望真相 所以参与了党争 出使北齐 他渴望真相 所以站在了二皇子的对立面 叶青梅留下书庆 他渴望真相 所以着手调查当年太平别院袭杀事件 神庙的人现身 他渴望真相 所以最终选择与庆帝和解 组成联合朝廷对抗神庙 神庙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要得到令牌 他渴望真相 所以亲自来到北边 想要一探究竟 这一切的一切 其实都是范贤对真相的渴求在推动 倘若他没有追求真相的心 那他早就可以选择一种安安静静的生活 与林婉儿公耕于田野之间 畅游于山水之间 移情养性于天地之间 可是他没有 他选择了不断的追求真相 所以这才是范贤真正的执念 我这里恰好有一个真相 陈天琪的脸上满是淡淡的笑容 好似成竹在胸 范贤目光一转 略敢警惕地看着他 关于什么 关于你的母亲 叶青梅 他的话音落下 范贤脸上神色骤变 而陈天琪却是笑容越发的灿烂 他知道 这个真相范贤是绝对无法抗拒的 正如范贤无法抗拒自己内心 对真相的渴求 你到底想让我知道什么 范贤沉生 脸上一片寒意 关于他母亲 关于叶青梅 范贤自知道他的存在开始 就始终想知道他的一切 而现在 陈天琪似乎正准备展示给范贤看 有什么是神庙必须要得到 但是却始终未曾得到的 答案是那枚令牌 范贤至始至终都不曾知晓 那枚令牌的真正用处 而神庙左派也只是与范贤言道 那枚令牌能够令神庙三派一统 但事实上 令牌当真只有这一个用处 范贤听到陈天琪的话 一时间想到了这个问题 令牌真的只有这一个用处 陈天琪的目的是毁掉禁忌之门 用神庙的方式去干预外面世界的快速发展 进而在他们可以预见的未来 进入现代社会 即便神庙三派不能一统 又怎么样呢 中间派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实施呀 毕竟神庙三派的实力 大致上根本没有任何区别 中间派干预外面的世界 其他两派不见得就会与中间派 鱼死网破吧 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再有便是左右两派联合起来 对付中间派 这种可能性极低 甚至不可能存在 为什么 因为神庙三派由来已久 相互争斗的历史 完全可以大书特书成一本小说 可是三派始终三足鼎立 从没有过两派联合起来 对付另外一派的事件发生 范贤并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他知道 既然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 那么以后也肯定不会有 这就是陈天奇 敢把范贤引来这里的原因 陈天奇笃定另外两派 不会联合起来 所以他将范贤引来此处 根本不需要担心其他两派会找来 与他鱼死网破 而陈天奇最想得到的 还是令牌 那么令牌当真 只有令神庙三派一统的作用吗 这个问题 陈天奇打算用叶青梅的真相来换取时 范贤一下子怀疑起来 在这之前 我还有一个问题 范贤知道 既然陈天奇敢把自己引来这里 那就说明陈天奇 有十足的把握对付自己 如果自己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倒也能与苦河一道冲出去 可是 有一个人却走不了 五竹 五竹被陈天奇控制着 范贤之所以来到这里 故意引出幕后主使 其实 也就是为了让五竹 脱离这个人的控制 而此时看来 要让五竹脱离陈天奇的控制 如果不按照他的要求来 这个想法可能很难实现 什么问题 陈天奇 若无其事地问道 你费尽心思 让五竹书的系统自动进化 将我引来这里 逼着我用令牌来交换我娘的真相 我很想知道 令牌究竟有什么用处 除了能够统一神庙以外 范贤没有啰嗦 直接问道 这个问题 不是你该知道的 陈天奇也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范贤摇头 不对 不是我不该知道 而是 我不能知道 对吧 范贤的目光凛然 他的话音落下 陈天奇的脸上 立刻闪过一道奇异之色 显然 是被范贤猜对了 对 就在陈天奇 犹豫不决之际 另外一道略显苍老的声音 自无限走廊内传出 而后两道声音快速闪过永道 来到石门之前 李威明 刘忠 陈天奇见的这两人赶来 脸色当即一变 可这两人却好似早就知道他的所为 对眼前的一切并不感到吃惊 反而有些淡然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神庙基因改造的负责人 李威明 也就是你认知里的左派的首领 这位是右派的首领 模拟训练室管理者 刘忠 李威明丝毫没有客气 简单两句就已经道出他们的来历 话音落下 李威明的目光转向陈天奇 你可能还不知道他在神庙里负责什么 要我告诉你吗 李威明的脸上满是得意 反观陈天奇 倒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但极力的在克制着 一双毛子里不见任何颜色 只脸上冷色相迎 谢尔公听 范贤淡淡一笑 顺着杆子就往上爬 这位叫陈天奇 刚才他已经向你介绍过了 不过他在神庙里 是负责异能者研究的 这下你能明白 你为什么不能知道令牌的用处了吧 李威明的笑容越发的灿烂 范贤闻声点头 原来是因为我是异能者 可异能者为什么不能知道令牌的用处呢 范贤再度问道 范贤 少知道一些 有时候呀 比多知道那么一些 其实要好 我明白你心里的疑惑 也明白你追求真相的执念 但你要知道 身为异能者便有异能者的使命 而你的使命 就是将令牌完好无损地带回神庙 现在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令牌交给我们吧 李威明的态度 像极了一个大人对小孩子的说教 而且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教 那意思就是 你要听我的 我是过来人 只有听我的 你才能过得好 可我自己都没过过 我怎么知道自己过得好不好呢 你的生活不是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只是我的生活 不是吗 所以啊 范贤摇头 对于这种大人说教 范贤不知听过多少 我的使命 应该由我自己决定 今天来到这里 我只有一个目的 让五诸书复原 范贤看着李威明刘忠 脸上满是坚毅 而后目光一转 又看向陈天奇 如果只是为了打探神庙的确切位置 范贤根本不会来到这里 他来到这里 正是因为五诸 既然是陈天奇控制着五诸 那么便该由他来让五诸复原 可是陈天奇却也摇头 令牌 他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令牌 而这时 李威明和刘忠 确实将目光转向了他 陈老怪 放着我们在这里 你也想得到令牌 刘忠的态度更加明显 反正就是不会让陈天奇得到令牌 他应该还觉得自己有胜算吧 你以为一个五诸 再加上你的孙女 你就可以把我们四人都杀死在这里 李威明笑了 他与陈天奇斗了这么多年 陈天奇什么本事 他早就一清二楚 陈天奇想要把他 刘忠 范贤 苦河 都杀死在这里 除非他动用核武器 不然根本不可能办到 范贤 时间不多了 你要考虑清楚 精彩剧情 我们下集再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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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